透過核心元件電池堆產生的熱能以及電能 產生的電能可以直接併入住家或是企業用戶用電 唯一生成的副產物就是我們的水 所以說我們這項能源技術是非常乾淨而且優秀的能源技術了 無能功能的锂離子序電池 各位貴賓可以看一下由內而外有四層的安全層 有四層的安全層 我們電池模組可以預防短路、延燒以及火災的設計 以BMS電池管理系統的安全保護下 在穿刺測試中可以達到不起火、不延燒的一個保證 以我們的不鏽鋼基硅的材質可以進行多櫃合併來減省安裝空間 同時也符合我們IP55防塵防水等級 在外面的一個外隔熱板的設計是有效可以隔離外部的熱氣 我們一起各位貴賓往前 電力的問題 Pandasonic的替代能源方案 就是這個GHP瓦斯空調 它的耗電量是非常的低 在低溫下是可以快速啟動的 它啟動的方式就是使用我們的桶裝瓦斯以及天然氣啟動的 那它同時也可以整合我們的Advance X來結合我們的電力量測器 隨時可以監控我們的電量以避免不必要的電力所產生 那各位貴賓可以看一下我們這一台機器就是我們GHP瓦斯4空調囉 就是這一台機器 那再來我右手邊指的是我們ABS吸收式的冰水機 它是用水啊作為冷煤產生的廢熱呢作為能源 所以它不只可以減省營運成本之外呢 也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我們的能源使用效率喔 那也請跟集團呢與我們的昆山科大有產學合作 向下呢是進行一個機質的教育啊 是集團實踐我們社會責任的一個具體行動 那透過與昆山科大長期的一個交流啊 我們也希望未來可以持續交流 期許未來可以創造出更多創新的火花 那再來呢我們Panasonic呢 一直以來都是秉承的對於地球環境的一個愛護 所以全面呢是推行我們EcoRelay的一個環保竭力的活動 從員工的意識行動以及生活形態做改變 藉由呢參與我們的植樹的一個活動呢來具體實踐 希望呢就是在我們的台灣啊 可以打造一個更舒適節能健康的一個生活空間 也致力於保護台灣的環境以及地球的環境為己任 那我們Panasonic呢主動的與我們的PAN政府啊 配合了2050年的近零轉型目標 期許呢跟台灣的產官學員做一個資源 所以與亞太ESG聯盟環境教育學會以及前瞻社等 40多位的產官學員的專家 共同聚會研討 並於Panasonic的希望園區呢 舉行了環境教育永續治理的座談會 許許未來呢可以共同落實ESG的各項課題 與國際接軌之外呢 也可以協助在環境永續的教育發展以及政策上面的溝通 那各位貴賓可以記述了 我們Panasonic呢非常的厲害 可以隨時隨地監控空氣的品質量之外 也可以觀察現在的空調的用電量跟碳放量是多少 那我們Panasonic呢有一個很厲害的APP 就叫做我們的IoT APP 當你不在家的時候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IoT APP 來進行遠端操控我們的家電 那如果日常呢你回到家中呢 可以透過我們Panasonic的智慧音箱電視遙控器 進行聲控 輕鬆打開我們的空調電視空氣清淨機 除濕機洗衣機電冰箱 以及電材開關等IoT的智慧家電 同時呢也可以使用我們GPS定位冷氣的位置 或是使用我們AI自動開關機冷氣 搭配我們NanoE的健康科技 打造一個非常智慧的健康新生活 那各位貴賓呢也可以試試看我們的開關 這個呢就是我們只要一按呢 那大家就會立馬就是一起聯動的打開了 那當然呢你再按一下呢就會 大家非常的聰明又智慧就會關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引以為傲的IoT智慧家電技術啦 那如果之後有任何不懂的問題 我們在場也有工作人員可以做諮詢 那接下來來到我們最後一站 就是我們的智慧節能 我們Panasonic的智慧節能就是不斷的在進步 除了生產出許多一系列的節能家電的產品之外呢 為了達到一個碳中和而邁向一個碳中和的目標呢 我們Panasonic的空調節電技術眼鏡時大家可以看到 從一開始2011年首次導入的EcoNavi的智慧節能科技 到2014年導入的Nanoi健康科技 甚至到現在2024年技術級大成的UX系列產品 我們不僅是細膩嚴格的商品製造過程 以及嚴格把關的商品開發 以用心熱心真心來滿足顧客上面的需求 所以各位貴賓可以看一下 我們從研發銷售生產到服務 全程把關讓我們的品質最安心 那各位貴賓也可以往我們這裡靠近一點點 那接下來剛剛有提到我們現在 2024年技術級大成的UX系列的空調產品 全系列呢是省電超越了2025國家的一級標準 高達了168% 跟我們2010年的舊機種相比呢 每年銷售30萬台的銷售量進行評估 一年可以省下約600度的一個電度數 約等於減少了300公斤的一個碳排 是非常的多 而且是節能減碳又環保的 那我們的A館的導覽就在這裡結束了 謝謝各位貴賓 第15分鐘 A館的對面 我燈 Пер